全部馬不準備驟動 七場賽事三班一千米的短途準備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馬 見到大外檔 有這隻精靈勇進 中間還見到 有這隻雄雲復星 萊蘭、常山鳳寶 中間還有金泉 後一搭的馬先有 至尊飛星第五位 在後面第六位 還有八心之鑽 萊蘭就是仔仔女女 外面淺藍三黃帽 就是頂頭大熱的勁勢 在尾四 尾三位置就安得點 包尾一隊有威利猛藍 和樂有贏 好,過了六八了 前面帶頭常山鳳寶 第二位有這隻精靈勇進 萊蘭第三至尊飛星 中間金泉 外面黃眼罩 雄雲復星 這五隻馬上前面 再外檔 勁勢也要走 看看是否蝕得起 中間還有八心之鑽 入徵最後直路 前面常山鳳寶 佔先 精靈勇進在外面的第二位 萊蘭至尊飛星 中間金泉找咪咪上來 再在外面也有八心之鑽 和勁勢打衝鋒 最後一百米到了 常山鳳寶還是佔先 但是金泉這招撲上來 外面還有八心之鑽 接近中間 第一名爆大冷 八心之鑽贏了 第二名有金泉 勁勢 和內蘭是常山鳳寶近的 結果這隻八心之鑽 就乘著金泉有些內閃 結果上來贏馬 外面也殺上來就是這隻勁勢 八心之鑽 一落斑 都說明這個實力賣力 41倍 在這裡贏馬 跑第二 金泉 第三名是勁勢 第四名是常山鳳寶 1、4、12 1號、4號、10號、2號 這個孖寶金 開派對也可以嗎 對 把心之鑽 今天在馬群中間湧上來 也不會批死這隻阿門 在後面比較吃虧 看看他在哪個位置 放在綠檔 起步的時候有人跳一跳 在他後面 按得定也是在後面 勁勢也不是很快 但他也追不少 其實勁勢 今天看到偉達也不是很下力 希望令他快 可能預算前面會偏快一點吧 這場馬的自尊飛星 比我預期他快 下腳馬快了 效果是一般 不是 他好像在常山鳳寶 裡面 沒有什麼位置 待會在直鏡 可能會看得清楚 柏森之鑽 現在在哪裡 在中間的第六 在中間 其實勇敢 勁勢在開邊追 他也把勁勢引出 對 裡面的自尊飛星 其實也足夠 但那位置不能上來 不是太多 被潘頓一直壓著 因為剛才一直都可以嘗試 但結果都無法上來 一個字吧,慘了 別人就衝得好